这个绘本里面用了非常多的比喻你人的一种表达方式来描写这个爸爸 比如说看这里 他把爸爸比喻成了一头河马 因为河马是非常快乐的在跳舞 然后呢还比喻成了马 因为爸爸像马一样的非常能吃 一口可以张开很大的嘴巴吃下非常多的食物 还可以把爸爸比喻成憨态可居的小熊 很柔软很温暖可以抱抱我 还把爸爸比喻成了像一条小鱼在水中自由的游来游去 还把爸爸比喻成了大猩猩 因为猩猩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动物 最后啊还把爸爸比喻成了猫头鹰 因为他感觉猫头鹰是非常聪明的样子 最后不得不提到这篇绘本呢 采用非常精炼的和重复的这样子的语言来表现这篇故事 那么我是非常推荐这种方式的 为什么呢 针对于0到6岁的孩子呢 这种不断重复的表达方式是更能够帮助他去很快的去记忆 而且呢也是学固定句式的一个最佳的方法 而且在这篇绘本里面呢 用了非常多的这种拟人比你的一些做手法 通过这么多有趣的形象的比喻 让孩子明白 我们可以把人物比喻成其他的形象 也可以把一些固定的一些东西 通过我的想象来比喻成另外的样子 那么这样子的无形的学习的方法呢 可以让孩子更快的明白 什么这些比喻呀 排比呀 你人呢 这样一些比较专业的语文的一些写作表达的手法 最后呢 在这篇故事全部读完了以后 我们会发现整篇故事的形象 全部都是围绕着这 这个爸爸身上的这件睡衣来画的 每一页都会有 孩子会非常专注的去盯着这些画面的细节 很想把它读完 这就是作者的一些巧妙的方法用在这里 最后全部读完了 希望爸爸妈妈可以给孩子一点点小的练习 陪着他一起来想一想 我们一起来比喻一下你自己的爸爸吧 通过刚刚我们教的方法 我们也可以来读安东林的另外一本经典绘本 我妈妈 希望通过以上的一些方法能够帮助到大家 帮助到你们把绘本读的时间更久 读的更长 能够一起和孩子喜欢上阅读 喜欢上读书这样一件 我觉得是一件终身的好事 好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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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